很荣幸参加这个 没有组织的一个集体 怎么说 听过六五年 我觉得没有头绪 没有方向 台长我们是怎么把这人招进来 来 等会 等会 先换一下 先换一下 播出事故 台长 人生就是凑合 人生就是凑合 累了 我腿太疼了 我们四个人会有五个群 那么多群呢 对 开贴吧 开贴吧 六五零文娱集团 集体装修电台 电台焕然一新 让我们看一下现场情况 哎呀 表扬郭麒麟跟辣木杨子这一组啊 你看我们小活干的 这贴真不错 对 我有点惊讶 郭麒麟入住 桃花屋来 看看他第一个有用的事 哈哈哈 你俩能不能贴个有狼儿的 对 哈哈哈 你俩整个大牌板有啥用啊 六五零文娱集团的这个整个风格都是吧 对自己要求不太高 关键它这上面这棍吧 也不值料 也不追求它多值呢 这怎么就是玩啥呢 这就是 咱就这样吧 就咱就摆一道绿道 对 咱就这样吧 我就艺术吧 行吗 留白 艺术好吧 咱就这样 你看留白这一块呢 提字 对 哎 来一个采访对象 咱就拍个照吧 OVT 对 越轻松越好 就是别老给自己造成那种追求完美的焦虑 我跟你们在一起待太久 我可能我的要求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怎么办 人生就是凑合 人生就是凑合 累了 我腿太疼了 其实偷懒是最难的 需要心理素质 需要技巧 需要你的情商 像我以前从未发现 王苏龙这么爱干活 我感觉他忘本了 对 真的 人在一个环境里就容易跟别人学 真的 失去了自己 像咱俩这种坚守本心的手 你们每个队员啥样 我台长都知道 心里都很有数 像你们俩带着我这就是好孩子 到时候说生职加薪什么样 我会首先考虑你 这个台长心里有数 台长都看在眼里 对 来了 失马不来了 台长 马上干活了 台长 心里明镜的 我跟你说 来 台长 给我就行 雪芹 那你准备下午的节目吧 好了 那我准备下午节目去了 你今天播啥 我今天首先要播一个 不是 招商啊 有没有什么广告植入什么的 对 招商热线 对啊 他们烘焙烘焙烂鸭不要宣传啊 这超市用不用宣传啊 我们可以排一个就是 我去广播里面老整那种招商 你知道现在打广告去哪儿最合适吗 我先给自己打 你知道吗 还最后还得有一个 你干嘛去 对 我去打广告去 对 我去650 Radio 对 找汪站 对 打广告 对 对 对 下面插播一条 桃花屋新闻 麒麟 雪芹 你知道 最近 唐花屋去哪里做宣传打广告最合适吗 不知道啊 应该去哪儿啊 这你都不知道 650电台现在开放广告招商了 经济又实惠 传播范围非常广 收听人群非常的优质 消费力极高 大家又可以去 650电台找汪台长 打广告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哇 你干什么去啊 麒麟 我赶紧去650找汪台长 打广告去啊 等等我 我也去 这点表扬 这点太表扬了 太行 太行啊 我们还是有点服务态的 俩女孩坐中间吧 你坐中间吧 你不坐中间 我俩都不行 哎呀 就是这个意思 彻彻你们 没有主心骨 是吗 你看没 在第一课拍马屁 给你上网了 台长永远是CEV 五号码 你用二号吧 你用二号吧 用二号吧 准备好了 嗯 开始了啊 静摸 这怎么教教我吧 没啥的 用脚不说话就行 我用戴耳机呢 想再专业一点 用 戴耳机才能挺住 从今天开始 《桃花物》 《六零锐6》 将会多了一位朋友的陪伴 没错 有一个新声音 来到这里 大家是否感觉非常幸福 没有错 今天也是他第一次入职 那你准备了什么样的话 要跟我们的 《六零锐6》的朋友们 分享的呢 把手机敬一敬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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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六零锐6》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伍大静 很荣幸参加这个 没有组织的一个集体 怎么说 台长 这我就不愿意听了 怎么说 不是 我们是 慢慢就会有组织性了 你来了才有啊 对 因为啥的 我觉得吧 一开始听过《六零锐6》 我觉得没有头绪 没有方向 台长 我们是怎么把这人糟进来的 来 等会 等会 先过 播出事故 台长 再考虑一下吧 我 不是 来 你先 走 你怎么回事 给你个机会重新说 就 之前听过《六零锐6》 感觉就是 顺身的迷上了这个节目 更迷上你们仨 哎呀 梦想着能来到这个舞台 来到这个节目 《六零锐6》非常好 今后看我怎么干 《六零锐6》当家 《六零锐6》他要当家 台长 他说他要当家 我要把这个当成家 当成家 误会了 误会了 格局小了 因为《六零锐6》时常会接一些大型的活动 所以排比剧其实是在主持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们要形容一下 怎么了 台长 喝点水 形容谁好呢 台长吧 我觉得 台长 因为每次形容台长的时候 我那个夸赞之词就是益处了 收都收不住 在《六零锐6》有一位台长 他的名字叫做汪苏龙 他 他有着英俊的外表 长长的大腿 丰富的学识 《六零锐650》未来的发展就是很多很多大群 有些有他有些没他的 你像我现在《六零锐650》七个群 这都打底都是 对 人刚说完五个群 他知道的是五个群 他知道的是七个群 有没有发现其中的奥妙 你看看 有没有发现其中的奥妙 王传军老师 大家好 我是王传军 那么传军老师来到《桃花5》之后 跟之前想的有什么不同吗 我之前以为很轻松 现在 不 我们这里就是 把你所有的省略号都说出来 对 行 没事 那我们自己聊一聊 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有那种 合 合居的感觉 就是你们有没有遇到 就是跟室友合租的时候 对方一些比较奇怪的行为 或者你觉得他 也很不错的一些行为 比如我来吧 我们长时间同居生活 我特别接受不了 这个谁上完厕所 不冲厕所 这个一般人也是接受不了 我是特别接受不了 我一定会找到这个人 把这个人叫我 来来来 冲了 快点来 那你又怎么辨认呢 你怎么确定呢 我在我们队也是 也是比较有响当当的 一个人物的 就能分辨出 谁上的色录了 一看这个就 这坨就是谁的 小张又来了 又是你 你们这个电台 是怎么支撑到现在的 很抱歉给大家听到这段 以后的内容 我们会更加严格地审核一下 其实我想这个采访 传军格 你看传军格笑的 多开心 这一个桃花屋里面 你最讨厌谁 说出原因 看 看 削到了 真说吧 哥 没事 就你老说那个 没事 就他 咱都烦他 谁不烦他呀 让我再多活几天 难道不行吗 那好吧 那我就觉得把这个 这个 再有点针对性 最讨厌的女孩是谁 最讨厌的女孩 吴大静已经出师了 学会了如何刻薄 进入了这六五六 这段整个我们收听率 整个就爆了 炸了 炸了 来 请回答 这个问题问得好 问题好 我们回头领奖金 来 谢谢台长 那如果说有一个人 你绝对不会跟他做室友 你会选择谁 汪苏龙 为什么 给出一些理由 因为刚才你看着我 我正好也看向了你 行吗 这个嘉宾 人间的缘分 咱们是不是说 赶紧也加快进步 那个现在谁还有空过来 接受个采访 其实汪文老师 非常非常少唱综艺 那这次为什么会来到 《桃花物》 也是很多粉丝 想要问到老师的一个问题 我为了见见你们大家 屋里谁还没睡觉 来一个 来一个 其实对传军老师 非常印象深刻的 就是有一回 大家都要演节目的时候 然后他说了不 所以传军老师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感悟 是可以分享给那些 想说不 但是又不敢说不的人 没有啊 好的 那么 咱们屋里到底谁 再赶紧过来一个 这样 这样啊 我们给传军老师一个机会 就这些问题 你自己选一个 你看哪个能打 你看哪个你能打 能让我们满意一点 不然这期采你白采了 第二季最不喜欢的实验屋 其实没法不喜欢别人 真的是不太喜欢自己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但是我们都喜欢你 真的 你觉得《桃花屋》 谁最烦人 我就是觉得 就是个很挺烦人的 但是我们都喜欢你 真的 为什么不喜欢自己 因为你总觉得自己怪怪的 嘛 就我有时候 比如说那天 那天就说不想表演的时候 我可能过了几天 我觉得 是不是那样的表达 会有点 太冲了 我不是说 我依然会表达说 我不想表演 但我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 更 温和一点 更温和的 比如软着陆一点 就那个刹车片 是不是可以再调得 稍微好一些 这么个事情 所以这些事情 我觉得都应该是 要修炼一下的吧 那你一直以来 都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是吧 有改变的 我以前可能就会更加的 事故一点 就像你们说的 这种 特别 特别社交的 我从小是在餐厅里长大的 对 因为我妈妈以前是开 开饭店的 所以她就带着我在餐厅里面 我又特别 内向其实 然后但是餐厅里面那时候 有唱那个 他就会跟你说 来唱歌给客人们听 你小孩就会觉得很奇怪 你小孩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给大家唱 但你还是唱了 但还是唱了 然后慢慢慢慢的 就在这样的过程中 好像就开始会观察 吃饭的叔叔阿姨 各种各样关系的人 包括厨师服务员那些人 然后就会养成一个就 察言观色 就你会非常地在意这些事情 就我妈 我妈去世之后 就再也没有这样过了 小的时候好像感觉 妈妈给你安排 但她不在之后你觉得 好像你得自己就回来了 然后那个自己 突然之间变得非常地 愤怒 脾气特别地大 有点呲压裂嘴的 有时候 会有那个过程 龙哥 龙哥 你是一个会勇敢说不 会拒绝别人的人吗 我自己其实不太说不 但是我是那种 就是说如果有人不去了 然后并且他真的不去 比如说传军女老师 上回你 就是说我就是不想演节目 最后你就是没有演节目 这一刻我会觉得很治愈 其实你心里有一种 有一种好像赢了的感觉 对 其实就是赢了 虽然我们并不是获胜者 但我就觉得我们是站在你这边 在看你赢了 所以有机会 希望台长可以说不 行 那我们现在就不采讨你了 哈哈哈哈 谢谢 我不 哎呀终于完事他们 太吵了